谋财害命就是死刑 如果不是死刑的话 那对被害者的 被杀的人权是摆在哪里 三个月前家属气愤难平 因为谋财害命的谢一涵 跟二审逆转改判无期徒刑 上诉最高院尽遭驳回 判决免此定验 时间拉回2013年2月 新北市巴黎 当时担任妈妈嘴咖啡店长的谢一涵 认知了富商陈敬福 当时陈敬福已经退休 在日本拥有两座岛屿 太太张翠萍还在实践大学教书 谢一涵基于陈敬福的财富 在咖啡下药后 将两人拖到淡水河岸杀害 事后还变装企图盗领存款遭试破 一二审都判死刑 最后法院却认定谢一涵可教化 杀人不用偿命 家族气氛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谢一涵曾编出五套公词 还一度嫁货给雇主 吕炳红 欧石成等人 让他们一度无辜遭到积压 最后还说自己跟陈敬福 有不寻常关系 但最高院认定 谢一涵犯后将到领存款归还 同时间访谈对他表现都很肯定 认定他是循规盗矩之人 积压期间又很安分 没有此行必要 所以长期的建议 已经足以达成社会环卫的目的 那么他是不是干脆自己去报仇 反正他以后他也表现出 有教化可能性 但是他也实现了他的争议 我们是不乐于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子极端发展下去 建议社会的双十案 缠送四年多 最后家属等不到他们要的正义 二十五年后就能假释 谢一涵重生了 但对被害者家属来说 却是一辈子无法抹灭的痛 记得谢雄翔 周观展 台北报道